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这个肉 想不到虾肉也有这么大的一口 它这个实际的肉量已经比那个小青龙要更多了 这肉吃的太爽了 先来个海参 这里有一只奥龙 不是很大 但是比小青龙要大 这只奥龙差不多有一斤多 看这个什么蟹 超级大的椅子 里面都是汤 这是一个正经的海参 买一个蟹腿 里面还煮了很多肉 这螃蟹的蟹壳好硬啊 哇好像要下雨了 下面的天气还是很多变 刚才还晴空万里 哈哈哈哈 这么乌云密布 看看这个鲍鱼好大一个 哎呀还黏在上面 生蚝 哦对 可以站这个是吗 站起来的这个粉丝 好爽在一个鲍鱼 这个粉丝是甜的 为什么是甜的 因为它在小青龙的下面 这个大贝壳里面还有一个水饺 这也是一个螃蟹 大螃蟹 这种是什么螃蟹呢 这个带子这个肉吃的也是很过瘾 上面还有点酥粉 很鲜美的味道 再来个粉丝蒸三倍 如果蛋黄的香味 它是螃蟹里面呢是糯米饭 然后这是螃蟹里面呢是糯米饭 螃蟹里面呢是糯米饭 我先回家了啊 不要回家了 喂 妈妈我走了 我先回家了 哈哈 你 我没给你 你让这长了 这饭好香啊 里面有 有那个 有蟹黄的香味 这个底部还是去啊 那呢 前至里面 前至里面肉很多 这个大螃蟹可我就不客气点 超级大的一个个 里面好多汤我来尝一下这汤好多 有啥味道就很咸 这汤不要了 这个螃蟹应该就是那个火 身体里面应该被这个弄 这个就是它的黄吗 哇 看这是帝王蟹腿 这银子 也很香 哇 它这个做法真的太漂亮 再来个海螺 上次吃海螺 我说除了这个钙其他的都能吃 其实那是不对的 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下正确的吃法 底下那个屁股 它是可以吃的 它这个是可以吃的 然后 你看 这个地方 给它撕开来 哇 这个海螺好 各种 奇奇怪怪的螃蟹 真叫不上名字来了 这个我家的这个叫缩子线 这个海螺真的是 这个是 这缩子线的漏子也很饱满 把这个糕都放里边去 慢慢的都是肉 这个图是死了 哈哈哈 哈哈 这个是什么 我请专家 这有个清蒸的鱼 这有个清蒸的鱼 看上去不太齐眼 哇 它吃起来 非常好吃 很香这个鱼 肉质很紧实 就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叫什么鱼 但是真的很好吃 再来一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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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了 现在带我妈跟我妹妹 来这边坐帆船 嘿嘿嘿 哈喽 哈喽 哈喽哈喽是我呢 哇这边帆船还是挺舒服的 凉凉的不能吹着 帆船变深了还是舒服 今天是因为 天气不会很热 如果很热的话 还要戴个帽子 带哥那个微博 我们坐的是这个帆船嘛 所以它风吹着整个船有点斜 但是真的很凉快 我妹妹有点害怕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喽 喜欢的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